这个飞天鹿马 它就是也属于我们说的这个什么 见不见之行 无时不有 这么一个类型了 是吧 这个飞天鹿马呢 其实就是什么 害逢新鬼子千更 什么意思啊 就是天干日日干嘛 是金 金的话只有更新金嘛 这个月令一般就是什么 子水 害水 当然 它这个其实 主要有四日啊 哪四日啊 庚子日 人子日 心害日 鬼害日 这个其实在这种所谓的外格里边啊 这个新金日啊 和鬼水日是比较多的 所谓的外格 它有什么条件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我们就假如说用人子日来比喻吧 比如说人子日 怎么才算飞天鹿马呢 因为这个格嘛 肯定原局你不能见官杀 起码月令和天干不能见 是吧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冲出不见 就是说从无取有嘛 勾悬所以啊 从无取有啊 意思就是说什么 用这个多的力量比较大的子水 人子日嘛 冲出什么 冲出无火中的基土正观 这样来得到 还要丁火正财 当然这需要一些条件 对吧 哎 什么条件呢 我们 比如说你冲出来无火了 我们要把无火给拿过来 通过什么方式拿过来 和 哎 比如说言武序 通过言啊 序的方式啊 或者通过谓的方式啊 当然这个谓不能在月令啊 一般 那就是合注需要出来的无火贵气啊 等于锁注贵气了 当然他记什么 记丑土 丑土 如果有丑土的话 他把子水给 对吧 伴住了 子水就不能出去 冲关了 不能冲去 冲无火了 当然也记武田石啊 天干也记见丁火啊 积土啊 等等 这种情况肯定都是如此的 这个就 见七杀可不可以 天干见七杀可不可以 其实也行 但是这种属于七杀混了 正观了 所以他是 呃 所以什么代计吧 是吧 其他的这个辛亥啊 呃 道理一样 其他的辛亥啊 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比如说辛亥 鬼亥日啊 鬼亥日啊 比如说鬼亥日 也是贱不贱之行 无事不由嘛 对吧 勾悬索引向事寻虚 等等 那么也就是害水 通过害水 当然害水要多 对吧 冲出 也就是害水要有力嘛 冲出什么 关 鬼水的关是乌土 乌土在地之撕火 也就是害水冲出 四中的乌土关星啊 你辛亥日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吧 害多冲出冰火正观啊 因为虚冲的似火嘛 所以喜 喜什么 身金啊 有金啊 丑土来合住贵旗 锁住贵旗啊 这个辛亥 这是应该 他寄什么 寄这个序 就是亥前面这个字啊 寄序啊 我们叫简致吧 寄似火填食啊 寄冰火乌土 关星明透啊 等等都是需要的 为什么寄这个序的 很多书上都没说 因为序在亥的前面啊 是挡路的 使亥无法冲似火 同时这个序又是什么 同时这个序啊 又是似火的木库啊 所以寄这个序字啊 主的是什么 前程组制啊 哎 前程组制啊 所以说这个意思啊 这个飞天路马 飞天路马 所以飞天必须要合 是吧 这飞天路马 隔呀 有人说这个严格的飞天路马隔 一般就没有 其实也有 只不过有的都带一些忌讳啊 哎 是吧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还都有一些忌吗 也就是说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确实是一个飞天路马 叫做人眼 人子 庚子 乌眼 这个人眼 人子 庚子 乌眼 日主是什么 庚子 对吧 日干是庚子 庚子 地支是什么 眼 子 子眼 这个子碎 还是比较有利的 我们看 月亮又是人子 所以他不见 不见官杀 对吧 第一条件符合吗 第二条件 子碎要冲什么 冲无火 冲无火的话 不能见丑土 是吧 没有丑土和伴之水 并且有眼目 来合这个无火 是吧 锁住贵旗 所以还是可以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肯定成子格吗 当然你具体从格局来讲 哎 格局来讲 你可以 看其他的 比如说眼啊 乌眼啊 对吧 是做什么的呀 可能 这个方面来分析 也是可以的 我们就 这个格 还需要注意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